嗨,大家好,我是若瑟,石金霞,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们一起读圣经,今天呢,我们是撒末尔记下的第一章的十七到二十七节 十七到二十七节呢,是主要是一首大魏所做的哀歌 魏、扫罗和约拿丹父子两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魏做哀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且吩咐将这歌叫到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压沙尔书上 这个压沙尔书呢,已经这个失传了 就是就知道有一个压沙尔书 但是这个压沙尔书,就是到目前呢,还没有找到这个压沙尔书啊 也许随着考古啊,什么的,会发现啊 但是呢,这首公歌流传下来了啊 因为呢,它是有被特别的记载在了这个沙尔书里面啊 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 大英雄何净死亡 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雅石基伦街上传扬 免得非力士的女子欢乐 免得未受歌里之人的女子惊夸 基里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 愿你田地无土产可作贡物 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屋丢弃 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没游 那我们就发现呢,大卫做的这首哀歌呀 他把扫罗称为什么尊荣者 称为大英雄 而且还是不止一次的啊 就是说是英雄 你就可以看到啊,就是大卫在这个悼念和纪念这个扫罗的时候 他是不计较个人的恩怨的 如果说要说个人的恩怨 大卫是可以说有百分之百的理由去这个怨恨扫罗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一个啊 对他翻脸无情的人 你想啊 百般刁难他 就是为了为了这个旅行 他不愿意旅行的诺言 就是谁要把那个戈利亚人杀了是吧 那他就把女儿嫁给谁 那么一开始大女儿是吧 许了亲但是又嫁给别人 然后二女儿是不是又提出苛刻的条件啊 那然后呢 再后来干脆当大卫 逃亡之后是吧 扫罗干脆把这个 这个迷甲 就又转嫁给了别人 完了之后呢 又在这十年中是无数次的啊 就是这个 这个寻锁他 这个违击他 是吧 也试图剿灭他 试图杀他 在他未逃亡之前更是多次 当大卫为扫罗弹琴驱魔的时候 而扫罗却 假装封魔 试图杀死大卫 把他用枪钉在墙上 你想一想 说大卫如果从个人的角度 你再想想 你说这些事情放到你 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你 你会不会 说怨恨这个人呢 你肯定会怨恨这个人的是吧 哪怕就是说 你 你 你没有说亲手去报复他 是吧 不管什么原因啊 那等到这个人后来死了之后 你 你心里肯定是暗戳戳的高兴 真是最有应得 是吧 就是你 你这么陷害我是吧 你这么对我无情无义 你看遭报应了吧 你会觉得这是报应 是吧 可是我们看 扫罗死后 大卫从来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态度和情感 无论是他的第一反应 当那个亚玛丽的少年人跟他讲了之后 他的第一反应 是吧 还是他随后而来的这一系列的反应 你看 他就是完全的把 把个人的恩怨抛抛下了 放下了 我们不能说大卫 就是说大卫是个 我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是吧 就是一个圣人 完全啊 就是没有意见 他就说大卫是个人的恩怨抛下了 他就说大卫是个人的恩怨抛下了 他他就不杀扫罗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高丽的 以色列的王 是吧 我没有 神并没有跟我说大卫你去把扫罗杀了 是吧 神会保守大卫啊 扫罗杀不了你 但是神并没有吩咐大卫去把扫罗杀了 所以他大卫不能做神 没有让他做的事情 而且大卫知道 扫罗是神高丽的 神可以惩罚他 神可以说让他死是吧 让他让他失败 让他胆懼战精是吧 那是神在惩罚他 而你大卫你 神没有给你这个权柄 你就不可以去这样做 说大家想想我们有多少人能够分清楚这个 这个呢 能够分清楚你 很多人常常是什么呢 是假借着神的名义 然后去报复个人的恩怨 那你看我们是不是当有人防害到你了 是吧 伤害到你了 然后你就说 他来这样对我 他是在冒犯神 是吧 然后他是违背违背神的 然后呢 我如果来 来这个 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应他 对待他 那我就是在这个替神 行什么什么事 我就替天行道了 神让你那么去做了吗 神吩咐你了吗 是吧 如果神没有吩咐你 神没有让你那么去做 哪怕外表上看起来 是神把他交到你的手里 你有机会 除掉他 而后快 你也应该要警惕 就像大卫 几次把交到他手里的扫罗 放生一样 就像大卫 面对扫罗的死 而哀哭 而做哀歌 而称颂他为尊荣者 而称赞他为大英雄 而晚叹 他的死亡一样 就是这就是他把神放的高于他自己 神的命令 神的道是高于人的旨意 人的心意 人的准则的 能做到这一点 你才是去真正的敬畏神 也就是去除掉你内心里的那种骄傲 就是大卫他是能够努力的去除掉他内心的骄傲的 要不然的话 你扫罗算什么 我说你是大英雄 是吧 你想一想 扫罗就不一样 扫罗为什么一定要杀大卫 不就是因为当初 大卫杀了这个哥利亚之后 然后呢 以色列的妇女在这个街上唱歌跳舞 是吧 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于是就 为什么你比我强 为什么 你要万万 我才千千 这个国难道都归你了吗 为什么所有的人 无论是是民呢 是臣呢 甚至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呢 都都爱他是吧 他做事无不经名能干 所以你扫罗就是 他为什么会嫉妒大卫呀 他为什么会嫉恨大卫呀 他为什么觉得大卫得到了这一切的赞颂 这一切的这个啊 这个敬仰是吧 这一切的胜利都应该是他的呀 就是他骄傲啊 他把自己看得重于神的命令 为什么约拿丹就那么心甘情愿说大卫你做王 说我我愿意做你的宰相 因为约拿丹就是把神的旨意看得高于他自己 高于他父亲的旨意 说为什么 因为神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才是我们的这个最最伟大的父 是吧 是我们真正的父 永远的父 所以你就这样比较这个差别啊 就是一个人你要骄傲 就是你不敬神 你要敬畏神 那么你就面对神你就会谦卑啊 面对神的这个典章律力你就会谦卑 你就会知道勉励自己去遵守 而面对人的话呢 你就会谦逊有礼 你不认为人家得到的都应该归你 你就不认为自己是举世啊 无双策略 独行是唯我独尊 你就不会这样了 你是神的儿女 别人也是神的儿女 是吧 你就会对你所得到的一切都心怀感激 而不会觉得一切都应该是我的 今天呢 我在那个聊一聊闲聊里边呢 也也讲了一个就是关于骄傲的 那个这个大家也可以再去看看啊 那从很多个角度来谈的啊 OK 那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内容 说为什么说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雅士基伦街上传扬 免得非离世人的女子欢乐 免得未受割离之人的女子金夸呀 大家想一想 加特呀 雅士基伦呢 都是非离世人的地盘嘛 是吧 这割离亚不是加特人吗 是吧 加特王 这现在大魏不就是寄居在加特这儿吗 是吧 所以呢 就是说不要把这个 也就是 也就是说大魏这个话是说给谁 谁听呢 就是说给跟随他的这些人呢 是吧 这些以色列人呢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加特嘛 说不要在加特报告 不要在雅士基伦街上 我就是 我们不要去传递这样的 这样的悲惨的消息 就是不要这样的消息 你不能不宜奔走相告 是吧 要坚口不言 免得非离世的女子欢乐 免得未受割离之人的女子惊夸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想一想 当初大魏打败了这哥利亚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 这个以色列的女子们 欢迎他们归来 然后就唱歌跳舞 是吧 扫罗杀死千千大魏杀死万万 所以说这个是个当时的一种风俗 因为什么呢 因为打仗呢 都是男子出去打仗吧 都是男子出去打仗吧 那么男子打完仗 得胜归来 那女子们就要欢迎他们 女子们欢迎他们 就要跳舞啊 要唱歌呀 是吧 要唱赞歌啊 或者说如果失败了 就要唱哀歌 是吧 所以说大魏这是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消息啊 去传播出去 那么非力士人的女子们啊 就会欢乐 非力士的女子们就会做歌 就会跳舞 就会惊夸他们这些未受歌礼的 非力士战士们所取得的胜利 这是什么 这是对我们以色列人的羞辱 是对神的啊 是对神的这个不敬 是会让耶和华神蒙羞的啊 就这样大家能理解 大魏这个歌的意思啊 吉利波山啊 为什么他要咒诅这个吉利波山呢 大家想一想 看看前文是吧 为什么要咒诅吉利波山 如果你在读的时候 你有疑问 那你就要看看上下文嘛 你像这个什么加特亚士基伦 就是这个女子欢乐精夸 这些你联系上下文 联系上文 吉利波山是什么 吉利波山不就是扫罗死的那个山吗 就是以色列的尊荣者 大英雄扫罗竟然死在了啊 被杀死在了啊 这个吉利波山上 那有人说不是被杀的 不是扫罗自杀的吗 在他自杀之前 他不是受了很重的剑伤吗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是根源 其实还是被非力士人杀死了啊 那么说吉利波山呢 愿你那里没有语路 愿你前地乌图产可作共语 就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尊荣者 我们的大英雄死在了你那里 那么你这个山就是被咒诅的啊 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 被乌丢弃 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摸油 那这个就就很有点那个 这个诗经 我们我们的诗经的那个特点嘛 你看就是风雅颂嘛 是吧 所以那个副笔性嘛 是吧 所以说你看 他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一首 这个颂歌呀 或者是是吧 然后呢 然后在这里英雄的盾牌被乌丢弃 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摸油 这不就是笔性的手法吗 是吧 就是英雄的盾牌被被乌丢弃 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摸油 就用来呢 就是形容扫罗在这里 是吧 被领弱啊 然后被杀死 就是呢 暗淡无光 生命结束 写得非常好啊 大卫是个诗人呢 我们后面读诗篇 有很多都是大卫写的啊 约拿丹的弓箭 非流敌人的血 不退缩 扫罗的刀剑 非剖勇士的油不收回 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 死时也不分离 他们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强 以色列的女子啊 当为扫罗哭号 他曾使你们穿中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那我们看这两节在说什么呢 这两节一节呢 是在说约拿丹和扫罗父子两个 都是大英雄 他们都是勇于上阵杀敌 不退缩 不收回 约拿丹的弓箭 流敌人的血 扫罗的刀剑 剖勇士的油 都是大英雄 盖世英雄 这个英勇无敌啊 那么保家卫国呀 是吧 那么他们的敌人呢 就是菲利士人嘛 约拿 扫罗和约拿丹 就是不仅仅是菲利士人啊 就是以菲利士人为代表的那些外邦人啊 是吧 菲利士人 亚玛利人等等啊 那么说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 死时也不分离 他们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强 那你说这里边都说的相爱 是什么爱呀 那就是父子之爱呀 是吧 就说扫罗和约拿丹这一对父子 活着的时候 他们相约相爱 彼此欣赏 彼此这个 这个相爱 那么当然扫罗是对自己的儿子约拿丹 那是真的爱 是吧 他为什么要杀大卫呀 是吧 长远的说就是为了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嘛 是吧 继承好继承王位嘛 那么甚至约拿丹都反对 我不想要这个 他仍然还要一意孤行 是吧 那么约拿丹呢 你看约拿丹虽然不支持自己的父亲扫罗杀大卫 但是你看约拿丹从来没有背弃自己的父亲 他每次救了扫罗 或者说去安慰扫罗 这个每次救了大卫 或者说去激励大卫 是吧 让大卫这个刚强 有信心 但是完了之后 他都仍然回到自己父亲那里 那么直到最后 他战死在战场上 是吧 我们前面有说过约拿丹就是这样一个 他在他的父亲啊 朋友啊 神啊 是吧 以色列国家 以色列的人民面前 他都是没有亏欠的 他是没有亏欠的啊 所以约拿丹是敬爱自己的父亲扫罗 啊 那么他们死时也不分离 父子双双啊 就战死在战场上 他们比鹰更快 比狮子还强 这是大英雄 大勇士啊 以色列的女子啊 当为扫罗哭号 就说我们不要让菲利士的女子去唱欢乐的歌 是吧 但是我们以色列的女子应该为扫罗哭号 为什么 为什么 不是说强倒众人推啊 那现在这个扫罗死了 我们就用力大魏做王了 那我们为大魏庆祝吧 就像那个亚马利少年一样 是吧 拿着扫罗的王冠 扫罗的手桌跑过来 献给我主大魏 甚至还编点访话 我把扫罗给杀了 是吧 大魏不喜欢这样 大魏不要求以色列人这样做 大魏要以色列人为扫罗哭号 就是不仅仅我大魏啊 不把扫罗之死当做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们以色列人也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都应该要纪念扫罗 纪念扫罗什么 他曾使你们穿珠红色的美衣 使你们的衣服有黄金的装饰 说简单点就是 你们喝水不要忘了挖井人啊 就是把以色列人从这个什么亚玛利人啊 菲利士人啊 是吧 这些外邦的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的 那个领头的是吧 那个率领你们南征北战啊 然后组织军队召集天下的勇士来保家卫国的 然后让你们过上了富足幸福的这个生活和平 享有和平 是吧 第一次让以色列建国是吧 亲自上阵场杀敌 那是扫罗 所以你们有这一切的生活 不要忘记扫罗的付出 就说在这里啊 当然 说是不是大魏要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扫罗 扫罗但如果神不跟他在一起 他也不可能取胜是不是啊 但是是不是说那么因此呢 你就完全抹杀扫罗所做的一切 你就完全抹杀扫罗 曾经是执行神的这个命令 是吧 被神的圣灵感动 一次一次浴血奋战 然后担惊截律是吧 难道就把他的就全部都抹杀 就因为他有错有过错是吧 然后他背逆神是吧 然后他他骄傲是吧 他要除掉大魏啊 然后怎么样 然后最后他战死了 他失败了 所以他一切的功劳是吧 一切的苦劳是吧 他一切的贡献就全部都不承认了吗 不能这样 是吧 不能这样 就是说我们一定呢 要缅怀这样的英雄 他给我们带来了和平 他让我们过上了幸福 安抗生活 他为了这个国家 为了这个国家的人民 他付出了 他努力了 他奋战过 而且他以身殉国 所以说你就看这个大魏真的非常了不起啊 就是他不会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你有过失所以就不谈你的功绩 是吧 不会因为你对我不好 所以呢 我就只传你的恶名 他没有这样 英雄何尽在镇上哭倒 约拿丹何尽在山上被杀 我兄约拿丹啊 我为你悲伤 我甚喜悦你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 过于妇女的爱情 英雄何尽扑倒 占据何尽灭墨 那么这一节你看就是在哀叹啊 在赞颂大魏的好友 约拿丹 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有像我们那个诗经 是吧 就是一唱三叹 就可见当扫罗在这个悲叹约拿丹的时候 他内心的情感是非常激动的 所以你看英雄何尽在镇上扑倒 英雄约拿丹何尽在山上被杀 英雄何尽扑倒 占据何尽灭墨 真的是反复的涌叹 就可以想象他那种痛苦啊 那种那种为自己的啊 我凶约拿丹是吧 他的这个隐身殉国而感到悲痛万分 就无法无法这个抑制这种悲痛 所以就用这样的反复勇叹 这就是负啊 是吧 这种啊 这个铺陈呢 直输胸衣啊 那么这里边有一个地方 可能有的人呢 就是看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论调啊 就说你看你看 这就是两个人绝对是同性恋 是吧 你看这不是说吗 你像我发的爱情奇妙 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 这两个人呢 肯定是有苟且知识 已经超过对妇女的爱情了 他们是双性恋 至少是 是吧 你看 就是我们不要说看到爱情 这个爱情实际上是一种翻译 他把它翻译成了爱情 其实你要是看英文的话呢 前面啊 说这个扫罗和约拿丹 两个人相悦相爱的时候 也是love 现在说呢 我和约拿丹啊 你像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 也是love 那么这个英文这个love love呢 其实它本身就是含有很丰富的意思 你可以你可以说 我爱吃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说 I love it 我爱读这本书 你可以说 I love this book 是吧 你爱一个人 你也可以说 比如说我说 I love Steven 是吧 所以说呢 就是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多义词 它是一个多义词 所以说你不要看到这儿 它翻译成爱情了 我们一说爱情 那就是 这爱情了 是吧 那么 这里边它其实就是爱 它就是爱 那如果那个避免那种理解的话 就是你向我发的爱奇妙非常 过于妇女的爱 是吧 其实这里加个情 它可能是为了啊 这个这个银结上的啊 一种整治翻译出来 那么 其实这里边的所说的这个爱 和前面说约拿丹和扫罗 父子相约相爱的爱 在英文里边都是love 那都是love啊 那你说父子的爱 这里是说的是什么爱 是说的他们 他们两个兄弟 是吧 朋友的爱 朋友的爱 那么 为什么说朋友的爱 过于对妇女的爱 那你想啊 真的是两个人的 你像约拿丹 对这个大卫 是吧 就是说 本来约拿丹 是吧 是应该继承扫罗为王的 但是约拿丹 是吧 应愿说啊 主动的说 神选择了你是吧 那么你应该做王 我愿意做宰相 我愿意做你的宰相 是吧 而且还几次的协助他逃跑 挽救他的性命 然后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 情势危急的时候 也是冒着危险 与他相见去坚定他的信念 是吧 来来这个振作他 你想 这种爱已经超过了对自己的爱 已经超过了对自己的爱 是不是 所以呢 大卫把它形容说 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 就是甚至你 你对我的这种爱呢 超过我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女人对我的爱 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爱我 胜过爱他们自己 可是你爱我 却胜过爱你自己了 为什么约拿丹爱大卫胜过爱他自己 因为约拿丹 他敬畏神呢 他知道神把这个以色列交给大卫了 是吧 大卫是被神选中的和神心意的 那所以他就把神的旨意置于自己之上 所以说你这个就一定是说一个前提就是敬畏神 否则的话做不到 否则的话做不到 我们说爱人如己 你看爱人如己 我们都基本上很难很难做到了 常常就做不到 更何况爱人圣景呢 是吧 所以约拿丹的死大卫非常的痛苦 就是你死了之后 我再也不会遇到一个爱我胜过爱他自己的人了 再也不会了 的确是啊 再也不会了 后来像大卫遭遇过自己的这个儿子的背叛 这个将军首领们是吧 这个臣子啊 这个等等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背叛 把他围了王之后 慢慢的都会读到啊 OK好 今天呢我们就分享这么多哈 那么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呢 你看大卫的这首哀歌啊 其实逻辑层次很分明 是吧 然后艺术手法也很鲜明 然后大卫真的是一个这个艺术家 他又会弹琴 然后又会做又会做歌 然后也会演唱还会跳舞 他是个艺术家都才多艺啊 那么这首哀歌的层次 你想啊就是先是啊 就是这个赞颂扫罗 是吧 赞颂扫罗的时候呢 就是也分又分几个层次 是吧 那么然后呢 是赞颂扫罗和约拿丹 是吧 就父子两个的这个情感 是吧 然后呢 再有呢就是啊 这个赞颂约拿丹 表达对约拿丹的啊 这种啊 这个对他的死的这种 这种悲叹以及面怀 他们的这种举世无双的 深厚的友谊 的确啊 就是在约拿丹活着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啊 基本上都是约拿丹为大卫付出 是不是啊 约拿丹为大卫付出 但是当约拿丹死了之后呢 就有大卫啊 要履行他和约拿丹所发下的誓言 我们后边呢 很快就要读到了啊 OK好 今天我们就是这个算是把这个三部尔记下的第一章啊 我们分了两次 读完了啊 三部尔记下的内容呢 这个也是很吸引人的啊 引人入圣 下边的第二章内容呢 也是很精彩的啊 我们明天就开始第二章啊 今天呢就到这里啊 我是若死石金霞 今天是2022年9月14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啊 让我们呢 以这个大卫为榜样啊 我们就是把我们个人的啊 这个恩怨是吧 该放下就放下啊 我们不要动不动啊 就这个这个忘成神的名啊 我要替天行道 其实你是在报丝绸 是吧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做这样的基督徒 就是一个合格的基督徒啊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私敌 但是 他并不是说没有敌人 有敌人 他的敌人就是什么 就是那 就是那 专行 魔鬼要行的事情的 哪怕他行的事 对我们个人没有伤害 那我们也要极恶如仇 他就是我们的敌人 就是我们没有私敌 我们有公敌 这个公敌就是 神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敌人 而我们的敌人 未必是神的敌人 大家要理解这个 这个 就是有的时候 经常有很多人啊 就是会有这样说 那事跟你有关系吗 是吧 你愤怒 你痛苦 是吧 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好像只要爱着我了 我才要愤怒 我才要痛苦 也就是说 我们呢 非基督徒常常是这样的 或者说假基督徒 常常是非基督徒和假基督徒 但是不是所有的非基督徒都是这样 有大部分非基督徒 还有所有的假基督徒 都是这样的 怎么样呢 他没有公敌 他只有私敌 而且还觉得 这个自己很有道理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呢 就是以大为为我们的榜样啊 就是我们呢 没有私敌 但是我们有公敌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行神的道 我们才能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益处是神的道 得以弘扬 把福音传遍低级 OK 欢迎大家评论 点赞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 衷心希望大家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呢 能够这个 听到神的话语 能够这个走进 这个神的 这个殿堂里 我今天呢 就是看到了一个留言 真的我很感动 这个留言就是说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留言呢 就是在我今天录的那个 就是你有反省检讨的习惯吗 认识到自己的骄傲有多难 又要争强好胜 又怕木袖鱼林 国人他怎么这么拧巴呢 是吧 这个节目里边 就闲聊节目里边 然后呢 一个观众啊 他留了这个很长的眼 那我给大家分享 我真的很感动 我觉得哎呀 作为一个YouTuber啊 然后我每天能看到观众们的这样的留言 真的是 这个夫复何求啊 这个太满足了 太知足了 真的太感谢神了 希望神多多的就是这个加增我的智慧啊 然后大大的就是恩赐我能力啊 让我呢更好的为主做工 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个读者啊 他说呢 听时老师读经节目有一段时间了 在老师的节目中 我开始去了解这个真实世界的样子 去了解神的话语和爱 去了解人的有限 无知和有罪 我发现自己确实比之前更谦逊平和了 思考问题也更有逻辑了 关于人性 之前老师说过 在这世俗世界中的大部分 人追求的无非就是三样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这句话让我在理解人性上 有了一个小小的坐标系 我发现只有了解人性 才能更了解自己 才能让自己到更到更好的维度去成长 关于骄傲 我在生活里反思时 也常问自己是不是骄傲了 看他人文章和观点时 也会思考作者是不是也在骄傲 这个骄傲确实又为我独立思考增加了一个标的 关于独立思考 然后他说呢 我这部分打了一大堆 其实就是希望老师有时间的话 讲讲独立思考这个话题 好 明天的闲聊节目呢 我就会讲一讲独立思考这个话题 所以 给大家分享这个留言呢 我也希望大家多给我留言 然后我会呢 看到你们的留言 真的我是会分享的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 可以改变更多人的生命 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读经的是吧 你们呢也听听别的节目啊 经典经读啊 是吧 使政评论的那些节目啊 也听一听啊 一样呢 因为也是在传福音 也是在普及常识啊 那么这个 当然了 还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我的会员啊 会员里边的节目呢 也是非常 那肯定是非常精彩的 另外呢 就是呢 这个会员呢 就是我分成了 一个是银粉会员 一个是金粉会员 目前呢 基本上都是银粉会员 那么如果有金粉会员的话 我还会有专门针对金粉会员的 每月一次专门针对金粉会员的直播 就对 如果专门针对金粉会员的直播呢 就是不开放的 因为目前还没有金粉会员 所以呢 就还没有这样的直播 如果有了之后呢 是吧 那就会有这样的 就每个月就会有一次 专门针对金粉会员的直播 OK 那就说这么多啊 祝福大家 Hallelujah 我们明天见